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立姐妹花 今天林薇老师要介绍的是表情符号 谢谢大家 表现得不错哈 这很自然哈 这就是搭档的好处 下次我们找另外一个真正的蓬蓬与丁满 我有立宗真正的丁满 蓬蓬在后面 好 那表情符号英文怎么讲 白胶 白胶 表情符号呢 是一种脸部的表情 用图像的方法 然后呢 代表着 有哪两个东西来代表呢 通常是punctuation 这个字你们也许有听过也许没听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letters 也就是说我们用字母跟什么来代表着图像式的表情符号 然后 逗点 通常呢 用来去表达一个作家的写作人的心情 好 来写想看这个句子怎么去完成它 好 一个表情符号呢 就是脸部的表情 用图像的方法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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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們哪一個比較熟 然後動手臉部 開頭的臉 泥 行動詞 飛俠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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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個字幕啊 Ci 一被我念名字臉裡面行動詞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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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還記得口訣嗎 動詞表達 快遞 還有一個很長的名詞 表達表情 錯詞 那个叫Expression 对 那这边不用加S 因为这边有个R 这叫脸部表情 所以表情符号是一个脸部表情 然后用图片的方式 这个字你不会没关系 不过我写一下 你会觉得好眼熟 Pictorial 好熟哦 因为直接长得像哪个单子 Picture 一个比较近亲远亲的一个形容词 叫Pictorial 就图片式的 然后代表 你好像听过这个字 Represent 那通常我们看到by 马上想到分次构句的被动 再加ed 也就是说 这个表情符号是有什么代表的呢 代表两个东西 大家可以想吧 表情符号一个字母一个是什么 没人知道吗 譬如说 你们看到这个表情符号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表情符号 你看到这个表情符号 这里面有字母 这是T嘛 对不对 这句点 句点是 标点符号啊 来吧 标点符号 Puntuation 一边去 Puntuation 标点符号 因为我们在学英文 没学到那么多的标点符号 那这些用来是表达 表达 动词刚才叫做 Express 写的人 那个最简单叫 Writers 心情 M开头哪个字呢 很像牛在叫 Mood Motion是动作 可是情绪话要再加个 一叫 Emotion 所以这边讲的是 心情 这个是心情 一般我们这个字用作 情绪 所以有点小小的不一样 懂吗 那今天课程到此为止 好 那就 帮我喊吧 下课咯 预备 班长 下课咯 谢谢老师 新帽子 话说 刚刚 镜头 行 要走正确的姿势哦 到再一次 刚刚没有 都没听到 再一次 好 我们再重来一次 重来一次 小绿人 进场 正确的走路方式 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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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让我写了一个字 他刚刚要讲 没讲的话 我讲 更 情绪 刚才有说 英文叫什么选 emotion 那 ICOL 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 常常我们在电脑上面 看到有一个 一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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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么 那个叫图示 里面 icon 所以情绪 emotion 加icon 合并 里面 emoticon 所以它叫表情符号 再一次预备 emot 加icon 合并 emot 正式 影片结束